据黄图腾在北京举行了开机仪式 该剧的导演以及三位主演到现场出镇 郑爽张翰全程戴墨镜很有明清的感觉 不过在接受采访的时候 张翰主动先向媒体解释了戴墨镜的原因 没来得及去就是弄头发弄造型 然后怕大家看到了之后 就是怎么说呢 就是说会影响大家的心情 说起造型 这是张翰的第一部古装戏 导演当场就表示 张翰的外形非常适合古装戏 不过好在是唐朝的故事 所以张翰也逃脱了替光头的威胁 因为这个唐朝的戏的造型也是不用替头的 而是要粘头到就好了 然后我也很期待这个造型 尽管剧还没有开拍 但是一看到张翰郑爽同时出演 总会默认他们在剧中 将会是以秦宇的身份出现 不过这一次导演好像并没有这样的安排 这次有两年应该不算是秦宇 对对对 太可惜了 可以跟导演说可以改一下戏吗 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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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